各位朋友,現在是4點半 4點31分 我剛過熱鬧的花博公園 現在要往老地方前進 也才剛上線 我先過馬路 好,那麼現在是要慢慢的往老地方前進 我已經接到單了,我接到開市單 我看一下,2.3公里44塊 可以啦,勉強可以接受 因為開市嘛,而且送中山區,可以可以可以 好啦,各位朋友,我要去取餐啦 好,各位朋友,我現在人在武昌街這邊 我剛剛接了兩單 我都還沒有到老地方去 根本還過不去 我在秦光市場那邊就接到兩單 然後就送過來這邊啦 看來這個系統今天也是要我來這邊玩一玩吧 所以那我就決定 往復興北 然後巴德那個區 慢慢換過去 今天是禮拜天啦 講老實話 禮拜天我還很陌生 雖然我有跑 跑了一次 但我還是相對來說,我還是比較陌生一點 我還不知道禮拜天到底哪裡 比較適合這樣 那反正我就闖闖看 那今天,今天我是 我自己給我自己預設是 最低標 跑完八趟 我現在已經跑了兩 現在剩六趟 就是把我的那個低標燙獎把它拿到 這樣 就是我今天的預設 最低的這個 這個目標 這樣子 那大概先這樣子 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 松江路204巷裡面 184巷 那我剛剛又送了兩單 到吉林路上 本來在五常街那邊 五常街龍江路口 那本來要往這個 復興北八德路跑 結果在那邊接到兩單 往吉林路方向送 送送 就繞回來了 因為我吉林路的第二單 還蠻接近 這個松江路的 所以我就索性就 就慢慢的這個 轉過來啦 那我現在 沿著這一條 長村路137巷 現在是往前走 就可以走到南京東路上面 然後我打算在 一樣 八德路的那個 大润發中冷店那邊 窩一下 看看會不會有單 就是把那邊的系統 稍微養一下 讓這個大润發中冷店 跟我做好朋友 好 我現在又慢慢的換過去了 那 基本上來說 今天我的地標業績是八單 我已經完成了一半 嘿嘿嘿 完成另外一半之後 今天我就可以涼涼的送 這樣子 試試看 開始這個 挑一些肥單再送 這樣 沒有啦 順其自然啦 我每次講說 我要挑一些肥單送 那有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會按錯 真的喔 我會看到 欸這個肥單喔 然後呢 看到價格很高 就忘記去按公里數 很長這樣子 那沒辦法 我有時候 就是 比較對那種 那個 對那個畫面 彈現出來的那個文字 有的是稍微有點困擾一點 這樣子 唉 我覺得這個UberEats 官方應該把APP 設計一下 讓它有這個圖案顯示 有這個圖案顯示 我就會看了 這樣子 啊 好啦好啦 廢話不多說 啊 不對 我怎麼一江街 哇 這裡離那個 哇 那個 哎呀 嘿嘿嘿 這裡離那個 那個什麼東西啊 大段發中輪還有一段距離 好啦 慢慢騎過去 慢慢騎過去 因為這裡是我的盲區 這樣子 因為我到這附近 其實我不太容易騎得到單 這個我實驗了非常非常非常多次 這樣子 好啦 那我就騎過去了 哎呀 我耍笨喔 突然想到這邊離老地方比較近啊 我應該去老地方才對 哈哈哈哈 所以我決定去老地方啦 你看一轉回來 就又到吉林路上了 所以待會再左轉 再直走 哦 就可以回到老地方啊 精湛 啊 那我現在要去老地方啦 啊各位朋友 哎 我現在在信義路上面 然後 現在是六點 目前 跑了六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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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為 就是 在那個 南京西 南京西 那個什麼 星光三館 是不是 啊 有點搞不清楚他到底 反正那邊 那邊接了一單 然後 送到這邊來 這樣子 那現在要再回老地方去 這樣 因為旁邊那個 東門站 也是我的 這個盲區啊 所以我就直接放棄 就不用在這邊浪費時間 趕快回老地方就是了 反正我還差兩單 哦 跑完那兩單 我就這個 嘿嘿 可以順其自然了 好啦 過馬路 各位朋友 我呢 就是燙獎拿到啦 所以我接下來就可以 輕鬆的跑 那我剛也確實 鋸掉了兩單 一單呢 是斯大路送永和 另外一單呢 是到永和的中正路取餐 送回斯大 哇 簡直莫名其妙啊 所以我這兩單 我就直接把它去掉 完全不接哦 但是我剛剛又接到一單 哦 從斯大宋大安區的 欸這我可以 只要留在 只要能夠留在台北市 我都覺得 欸沒有什麼問題 欸我有接到一單了 燈籠滷味 二四塊 沒有關係啦 接啦 好啦好啦我現在要去斯大路啦 好 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瑞安街 然後我剛剛又順順的 收送了兩單 啊 現在這裡 啊 瑞安街 往前走 就是成功國宅 慢慢的 呦 我可能也不用慢慢的晃到哪邊去 謝謝 又有一單 科技大樓站的五銅號 送到四圍路附近 接 好啦我要去科技大樓站的五銅號啦 好 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小巨蛋旁邊 那麼 呃 目前我 目前是8點56分 那我今天跑了22趟 22趟 然後我就是 拿到了兩個 燙獎 第一階跟第二階的燙獎 拿到這樣 然後第三階的 跑了四趟 嘿嘿嘿 反正我就 後來就順順的跑啊 就是我拿到第一階燙獎 那個八趟之後 接下來我就順順跑了 然後我就 順順順順的就跑出這樣這樣 那還是要講一下就是說 呃 今天並沒有無縫 今天沒有無縫 這樣子 那 所以 今天能夠跑出這樣成績 其實我也是算滿意的啦 但我還是要講一下 雖然沒有無縫 但是 系統也沒有讓我等太久 大概差不多 讓我送到貨 就一兩分鐘 兩三分鐘 就馬上進下一單給我這樣 還算幸運啦 沒有等太久 只是沒有無縫的感覺 就加減啦 加減這樣子 就反正 那個時候的想法是 八趟跑完 接下來都順順的跑這樣 好 那麼現在我打算慢慢的 往那個 40方向走 因為也9點了 而且 其實我剛送完手邊最後一單 齁 在那個 東歐南路一段 跟那個 市民大道口那邊 送完最後一單之後 等了大概五分鐘還沒等到單 可能就準備要開始斷單了吧 那今天有滿多夥伴出來跑 晚上 有滿多司機夥伴出來跑這樣 大家應該都是趁現在 晚上天氣 就是沒有太陽曬 然後天氣還 感覺相較之下 涼爽一點 趕快出來跑 趕快出來衝到自己的湯匙 大家應該都是這麼在做啦 這樣 好 那我先過個馬路 因為我是要往40走了啦 所以我現在就慢慢的往 往那個 北溪的方向前進這樣 好 那麼 其實我現在的狀態齁 我是打算就是維持上線狀態 然後慢慢的往 往40方向走 那要是有接到單就接單 沒有接到單就算了 好 那現在慢慢前進 各位朋友 經過綠豆藝人 覺得實在是很熱 想要消暑一下 所以就直接 這個下線 我目前下線 先來吃一碗這個綠豆藝人的冰 好 那待會再看看狀況吧 反正我今天是 是跑得很超標啦 好 本來想說今天八趟跑完就順順的跑 慢慢跑 那應該大概就十幾趟吧 沒有想到還把第二個 第二個趟獎都完成了 這樣子 那還跨到第三個 變成就是說 明天我只要順順的跑十一趟 就是說我接下來 不跑 明天跑十一趟 應該也是有機會完成 不過這個就 先放一邊 專心吃冰 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明泉東路二段上面 行田公仔我的背後 那我剛剛吃完冰之後 就馬上上線了 但是呢 我從 那個 那裡是哪裡啊 台北大學啊 明泉東路三段那邊 騎到這邊來的路上呢 都沒有蛋 這台騎好快喔 那麼 在這樣狀況下 我看我是乾脆下線 然後呢 回家啦 那 今天 就是跑這樣子 我是覺得 就二十二趟 等一下我再確認一下 吃個冰可能忘記 吃個冰就忘了 對沒有說跑了二十二趟 那我是覺得 就可以啦 因為今天 低標預設其實是八趟 那其實剩下的十四趟 呵呵 算是順順的多跑的啦 啊 這樣感覺也是可以啦 也是不錯 我這邊有賣鹹湯圓 好酷喔 好啦 剛剛那個畫面看不到就算了 喔 那麼 啊 剛剛講到 就是 其實那個十四趟是多跑的啦 就是 有點像是 對我來說 心態是剪刀的 喔 那這樣感覺就很不錯 反正 反正有拿到那個 我的那個目標第一趟的燙獎 第一階的燙獎 那基本上就沒有什麼太大問題了 那我現在就 直接回家了齁 我剛剛也已經下線了 就覺得 也不用再掙扎了 喔 已經 從 從我 決定 就是 要慢慢的騎回40 一直到吃 那個綠豆冰的路上 都沒有單 然後 那也是敦化南路 跟市民大島口 然後呢 又吃完冰之後 上線從民生動物三段 慢慢騎到行天空這邊 也沒單 那麼應該就是沒單啦 好啦 那麼 明天繼續吧 明天再努力